HELLO 歡迎收看2024 IGA獲獎團隊專訪 今天我們邀請來自赤竹遊戲的世維以及塔塔 HELLO 嗨 大家好 我們激情一點 嗨 大家好 請跟我們介紹一下你們自己 你們的團隊還有九日這一款遊戲 大家好我是赤竹的世維 那目前是九日的製作人 然後同時是赤竹的共同創辦人 我是塔塔 是九日的概念美術 對 然後還有負責裡面場景跟一些互動物件的部分 九日是一款2D橫向卷軸戰鬥遊戲 然後主要是有一種我們自己所謂新創的一個概念叫做盜旁客 那基本上盜旁客這個概念就是我們用這個所謂的漢文化裡面的這個道家思想 然後以及道教的一些傳統融合進古文明以及我們的一些傳說故事 同時呢又再融合了一些所謂的現在比較流行的Cyberpunk的元素 可能有一點點高科技科幻背景這樣子的一款遊戲 當初九日在上之前有一款很有名的遊戲叫隻狼 對 那我們就是從隻狼那邊得到了一些靈感 然後所以基本上在戰鬥系統方面我們是企圖重現隻狼的戰鬥體驗 在一個2D的橫向卷軸的環境裡面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你們九日這個創作的靈感來源是來自於哪裡啊 最主要一開始九日本身就是目標我們想要做一款跟之前返校和還願比較不同類型的遊戲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琢磨在一些其他的領域裡面 那首先是目標想要做一款動作遊戲 那先訂了這個題目了以後再回來去思考說 那怎麼樣的題目適合一款動作遊戲來發展 那最後這個雪屏重選的剛好就是一個 我在很多年前有隨意發想過一個有關後遺社日 但是把它直變成為一個科幻故事的一個主軸 就是說如果後遺社日把它改成某種科幻故事 因為我本身自己是一個科幻名 那它可能會長的是什麼樣子 開始起點是這樣 其實我還蠻好奇的因為 世竹就以前一直以來都是做比較敘事相關的遊戲 怎麼會突然想要做動作遊戲 其實我們在返校和還願以後 其實對於恐怖遊戲或者說所謂的純敘事遊戲上面 自己團隊內部的能量就有一點點開始覺得捲呆 我們大家也都各自有一些其他想做的事情 就剛好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比較有交集的那一塊 反而是這個動作遊戲這裡 對那這是主要內部製作的考量 那另外一個很大的面向其實是 我們其實想要拓展國外的這個玩家市場 所以其實當初開始著手與規劃新的專案的時候 就會去做一些研究 得到的結論是說 2D橫向卷軸或者說2D動作遊戲 至少在我們的Indie所謂獨立遊戲市場裡面 算是一大眾 然後所以說其實有一大塊其實 也不諱言其實就是商業考量 對 因為想要往國外就是想要推國外的市場對不對 那怎麼會選擇用道教的元素來去做推廣的 因為其實還蠻困難的吧 就是這之間這當中有沒有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 先說就是九日道教龐克這個概念剛開始 我們只是取比較表象的東西 就是希望把它塑造成說 道教的元素是外星人文明帶給地球人的一個東西 例如說你會看到一些寶塔燈塔的部分 對我們把它轉化成外星人的原能柱 對儲存能量用的 目的上是要讓玩家覺得說 好像跟我們日常見到的道教的一些元素 有一些吻合 但它不全然是我們人類世界裡面的 的那個道理在運作 那我想問他他一個問題 因為是概念美術概念設計嘛對不對 那其實還蠻好奇 為什麼會選擇貓咪作為你們的主角 我們今天主美不在 主美不在 對人物設計是我們的小盒 比較實際的原因是 我們當初原本角色有設計過不同 頭身比的人物進來 然後經過測試之後發現 要快速移動的角色 在遊戲裡面它的Hitbox 就是要維持一個穩定的正方形 所以他的頭身比 就必然會回到比較可愛的比例這樣子 但是這個比例下 如果是別的生物的話 有點難想像就是 最後他的成果會不會討喜 所以我們最後會選擇一個 比較討喜的造型設計這樣子 包括劇情上面 他跟地窮貓咪有一些淵源 對這個可能玩家可以在遊戲裡面 發掘一下這樣子 對阿 那就剛好符合到我們的設定 而且正確來講 他們不是貓咪 他們只是長的有兩根 就是算是觸角或是肉虛的 啾啾 對兩根啾啾的太陽人 對結構上他們是 是人形的外星人 對並不是貓咪 對並不是貓咪 強力選擇不是貓咪 是太陽人 不是貓咪 不是貓咪喔 不是貓咪 而且我真的覺得我們花了四五年 真的很認真做了一款 就是說真的是一款我覺得可以 放到這個所謂的 世界的這個範疇裡面去討論 都還是不差的一款作品 有沒有最喜歡你們自己有寫哪一個部分 哇好難喔 這個問題好難喔 個人最喜歡的話應該是四季葛 就是老家的部分吧 因為大部分的劇情發生在那裡 然後實際上自己跑一輪 玩起來的時候 就會回到家就會覺得 我們把我們很多東西都放在那裡了 對然後很喜歡角色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有把它詮釋好 有把它做好 我可以給一個非官方答案嗎 就真的我私人可以很真心這樣子嗎 對我來說最喜歡 或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 你不會覺得九日有任何一項東西 是真的突出到你說 哇就是它全世界沒人比得上 但是你把所有的 aspect放進來的話 它的完整性 我敢說在這一個類型裡面 是數一數二的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是挺開心挺驕傲的 這個最近很流行叫什麼 六邊形戰士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九日某種程度上就是某一種六邊形戰士 就是每一個東西都很棒 然後每一個東西它都有 超乎水準的表現 看得出來就是一個團隊作品 這件事情身為一個製作人 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九日的強項在於它的完整性 對就是包括它的戰鬥體驗 你的死亡的體驗 對還有你跟每個NPC互動的體驗 包括我們的劇情演出的部分 對還有就是文本交代世界觀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每一個部分都會是 我們希望給玩家的 對那如果玩家有挖掘到 然後還有理解到我們想要傳達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最欣慰的地方 每個moment都值得去玩 都值得去玩 我怎麼感覺像在打廣告 沒有錯啦 趕快去買 趕快去買 所以你們都是那種完美主義者 我覺得多多少少欸 我覺得多多少少 我覺得多多少少 很累啦 就是說跟這一群 跟這一群 才華洋溢的人一起工作 很榮幸 因為大家真的都是力求 幸福的負擔 就這樣 那其實還蠻好奇 你們獲得IGA當下的心情是什麼 呃 就很開心啊 我謝謝喔 哈哈哈哈 沒有除了開心之外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感受啊 什麼的 因為夜9日畢竟是一款動作遊戲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拿最佳 所謂的這個 the best narrative 的時候 有一點點意外 就覺得說 哇哦 在我的視角的話就是 我是上次來到這裡 呃台北電玩展 然後得獎 可能是很多很多年前 記憶就是回到那個 台北電玩展2017還2018年那個時候 然後返校得 得也是最佳敘事 繞了一圈 然後我們又又到了這裡這樣子 就真的是蠻開心吧 那種開心是覺得說 呃我們還在 然後我們繼續還是在做 呃 覺得 有趣的事情 也是謝謝 就是IGA 有繼續在 辦這些獎項 讓我們這些在遊戲圈 打過很多年的人 就偶爾有一些 recognition 就說喔 我做的東西 有人覺得 還不錯 可以得獎 哈哈哈哈 就是被看見 就蠻開心的 但得獎 當時我記得團隊都很忙啊 所以 也是開心一下 然後接趕東西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還蠻好奇 就是赤足未來的規劃 我只是為我自己發言的話 我會覺得 在這一塊上面 我覺得過去 可能赤足的玩家也好 或者說這個社會大眾的期待也好 一直希望我們去 所謂的 推廣台灣文化 或這些事情 那當然我們也很榮幸 也很受寵若驚 就是覺得說 大家還 就是從某種程度上 蠻支持我們的作品 然後覺得我們在裡面的文化表現 是符合他們期待的 但是 換一個角度說 其實我們自己有點怕怕的 就是說我們自己也不覺得說 我們就是這個文化的所謂的 可以完全 有話語權 可以去代表的這一群人 因為我們就是一群 做遊戲的孩子 這樣子而已嘛 遊戲本體是什麼 遊玩性是什麼 體驗是什麼 然後在這個之上 我們怎麼樣去文化去對它 做一點加分 對我們來說 其實反而是有點取巧 因為我們所熟悉的東西 就是台灣文化 就是所謂的 漢文化 那在這個文化圈裡面 我們所吸收到的東西 覺得把它放大到這個遊戲的 市場裡面 看起來比較新鮮 好 在講的辣辣等 其實就是只是在講說 未來不管我們做什麼 我覺得我們都還是去強調 想要去刻一個好的體驗 而不是說我們一定要 扛著什麼樣子的 心情和責任 我覺得說我們要 推廣任何一個ideology 或者說推廣任何一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 真的是真心話 赤足這個品牌 可能在大家心中有一個樣子 但是其實 在我們這些人心裡 我相信他他也是 就是我們就是一群gamer 對對對 想做出好遊戲 OK 沒錯啦 沒錯啦 對對對對對 所以赤足接下來應該就是 繼續 維護九日這款遊戲嗎 還是會有什麼新的 專難 暫時是維護九日 因為其實九日還有 很多事要做 我們未來的半年 還有很多 九日日後期要去完善的東西 然後包括 就是這邊有看到那個公仔嗎 就是說 對我們木製的公仔 其實做出來囉 哈哈哈哈 做出來囉 對那因為其實就包括我們 木製的很多 承諾大家的一些實際的品項 或者是一些實體的東西 好這就是我們現在目前 一定要把它完成的部分 對啊 因為就是當初 木製的這些人支持我們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 某種程度上還願嘛 嗯 OK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未來半年其實就是 會把這些東西全部收尾 然後再加上其實我們的主機移植也在進行中 因為九日 我自認是一款非常這個 switch或controller friendly的遊戲嘛 所以說其實它應該要上到主機平台 覺得說可以讓更多的玩家可以玩到 所以這也是我們未來會去努力的部分 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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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 我不能不負責任發言 因為到時候我們家城市會追殺我 但是就是說我們一定會盡全力努力 去想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啦 跟大家報告 真的是做遊戲各個aspect很難 但是我也不是在討拍啦 就不是 有些東西真的是實際上做的時候 比想像中的還要 還要難上蠻多的 加油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今天非常感謝市主的 市維跟塔塔參與我們的方攤 謝謝 謝謝大家 那我們之後還會有更多有趣的內容 請大家持續關注我們喔 掰掰 掰掰 上次來參加太平電玩展 已經蠻久以前了 因為我們過去四五年都在 埋頭做這個新的作品 然後這次很開心 去今應該五年了吧 然後再來參加這個 再被電玩展 然後非常開心 能夠再次來這一次的活動 然後再次獲得肯定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九日 太平安 將會兒